上海市民政局再次强调四项要求 确保出院患者平稳返回社区 对于上海新冠肺炎出院患者 和解除医学隔离观察人员逐渐增多的情况 4月19日 上海市民政局发出工作提示 再次强调四项要求 确保出院患者和解除医学隔离观察人员 平稳返回社区 出院患者和解除医学隔离观察人员 由各区通过闭环转运 点对点的安全送回居住地 各需要明确专门力量 组建工作专班与各医疗机构 做好信息接洽和转运 同时指导出院人员居住地的居委会 物业单位做好对相关居民的解释疏导工作 确保不阻拦不拒绝 居委会要指导出院患者 和解除医学隔离观察人员 做好七天居家健康监测 其行有条件的出院人员 居住在通风良好的单人房间 减少与家人或同住人的近距离密切接触 分餐饮食 做好守卫生 居住地处于风控区 管控区防范区的按照相应要求 落实防护措施 各区接阵要指导居委会 并组织社区志愿者主动关心出院患者 和解除医学隔离观察人员的日常生活起居 特别是对出院人员中的独居老人 残障人员和其他有特殊困难的人员 进一步加强物资保障和人文关怀 尽可能及时帮助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对于出院患者和解除医学 隔离观察人员中的外地务工人员 及冒市场等场所以及其他集体居住人员 各区接阵要协调帮助其正常返回原务工或居住场所 返回后尤其原单位 安排在与原生活区相分割的区域内集中居住 并实施7天健康监测 务工人员原单位应当提供生活必需品 及一日三餐配送等基本后勤服务保障 对因务工场所封控造成无处居住的人员 按照属地原则 由各区相关接阵落实安置场所 �病毒 1 1